好啦,為什麼沒有來玩Soul Canaveral呢? 當然是要繼續把它 嘿嘿 繼續把它挑戰做完啊 前市場太無聊了,我這次把敵人揍下水而已,根本沒什麼好看的 所以我們就先從現在開始 哈哈 嗯,說真的前面真的沒什麼樂趣 唉,不過我們還是繼續吧 真的新年,怕淹死了 上了 哼 不要因為看到這個身體就以為Yoshimitsu是個木頭人啦 實際上他只是纏著繃帶 他實際上是纏著繃帶,但是在這一代好像還是木頭 他在幹嘛 他為什麼要一直跑呢 Yoshimitsu不是木頭人 但是對,他需要 他沒辦法 太過曝露他的身體 因為他現在的刀是個斜刃 哇 你怎麼會覺得我今天又有可能完成這個挑戰嗎 各位覺得我今天又有可能完成這個挑戰嗎 今天一定要完成這個挑戰 不然沒有下一個挑戰 下一個挑戰,我想說我就一直用這個Pogo stance 啊,Tribon Ow Ow 死捏 雖然原本想揍他一拳,但是沒有辦法,那真的算 好,我剛好補血 好,我剛好補到兩下,補到兩下 好,我剛好補到兩下 好,我剛好補到兩下 那是AI很嚴重的問題 好啦,也是因為這場地太小了 要我自己用那招的話,我也很常掉下去 所以我都很乾脆的只按K而已 啊,你看到飛騎 老的踹他一腳 迴旋踹 OK,我們要面對Inferno先生啦 好,我們打保守哈 喔,他就MAXIE的 保守是無可避免的啊 哈哈,打保守就能perfect 這是有點不太好看 要我自己講的話 給我動作啊你 給我動啊 他會有打到無力還手嗎 啊 呀,射擊四坑 四坑 馬上讓你知道我不該往很光亮的地方走 就算我的靈魂閃料的光芒 你也不應該亂靠近 對,因為你太靠近危險了 你才會被踢像是岩漿 反正他們不管怎樣都會再活過來 然後再來找我打架 又是我自己 來吧,YOU SHIMITO 這招有沒有太賤了 我就要射擊你 嗯有技巧的玩家根本不怕這招迴旋 鑽鑽鑽 跟他一起倒下來嗎? 可惡 下去岩漿吧,Sigfree 不要掉下去,好險 去死啦 慌鬆用,來吧 好吧,他還是傷害到我了 不,我不服啊 怎麼會發生這種事呢? 再一次吧,不眠輸的 加快腳步 好 好 快快快快快快 不,不,不,不 不,不,不 哈哈哈哈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不要拖太千 好了 寶寶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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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那種 衝你 應該買PS4版還是應該買 Steam版 說真的用PS4版實況的那個畫質應該還不錯 所以我很疑惑 疑惑問惑 困惑 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辦 管他了 邀惑惑 應該被他擊敗我應該要好好虐待他一下 他居然砍到我在傳送的我 我以為我吃到他 不過那是蠻快的一場戰鬥 但Goodbye Razor 其實我還蠻喜歡蜥蜴人的 他的樣子蠻陶我喜歡的 射擊時空 好是我的本體 跟你玩玩 我也會 踢我一下我就踢你兩下 以牙還牙 以牙還牙就要用 多倍速的方式 還牙 什麼跟什麼 跟半折之術沒有兩樣 可惜半折之術沒有拿到 來戰鬥 OK又是Celerrantes 讓我們好好解決他 你可以下去了 下去領500 便當 下去領便當 或者下去領500塊 你的戲份結束了 下一位是誰呢 Sigfree 其實我覺得第三個Custom很沒有意思 只是把他原本 銀色的盔甲改成 銀色的盔甲改成金色 完全看不出有什麼大大的改變 來呀 你能成功的話就來找我 我剛才還以為我會刺到他的腳 我還以為我會刺到 起勒 把他砍倒了 這就是我的工作 我 我上次都差那麼一點點了 我這次一定要成功啊 成功了才能有別的挑戰嗎 哈哈哈 其實我是不太喜歡虐屍的人 除非他真的對我做了什麼很痛苦的事情 像剛才那個 我就想要多多虐一下屍 但太奇怪了吧 什麼叫做我喜歡虐屍啊 啊剛才那招有命中的話感覺應該不錯 吃 可我剛才還以為可以打到 哈吃到了 好奇怪我是打地上製造衝擊波然後他被衝擊波震死了嗎 應該沒有這個應該沒有這個部分啊 感覺有時候這個判定真的很怪 好奇怪的 還好奇怪的 噢 刺你腳了 休想把我打下去 你以為你那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哈 都打幾次了 他差點又要讓我很 很傷心了 倒是真的 哦好吧太早送他下去了 但是現在為了趕進隊友差不差呢 雅爾 他做出有組織性的反擊 這是他的問題 一直被打怎麼可能反擊的了啊 哈哈 一次打不中那次來第2下 不要小看的優勢 咪咪咪 雖然說AI都把他玩得很爛 不得不說 啊太遠太遠了 刺 就他閃過去了 Kill the rock 把你撞倒 No use 下一位吧 Oh it's the wizard 話說在同樣的招式啊 有些 有些在Soul Caliber裡面擋住 擋得住 但是換有些鐵拳的人物就擋不住了 不過仔細想想 鐵拳的人物畢竟都還是拿刀 沒有像Yoshi Me 拿著刀左斬 所以說擋不下也是自然的啊 還在那邊跟我那個 我們必須保守 保守才是勝利的要件 好險 休想 啊好吧他做到了 你休想 好險好險 剛才那真的太緊張了 好險 好好好 雖然說我們HP也不足一半 換一半而已 不要被荒野打死就好 我還以為他有種種他很多招這樣子 OK Kip up 好有75%的HP了 我還要把他招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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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troy him 其實我覺得Yoshimitsu使用的武器應該是忍刀吧 我也不清楚啊 一次不過就兩次 故事裡面沒有明確的說這把妖刀極光到底是一般的打刀還是忍刀 我們就把他當成忍刀好了 畢竟Yoshimitsu是個忍者 他不是個武士 下一位我們不能被Sigfried打他去 他也是Ring out能力很強大的傢伙 把他拆下去就夠了 很好 可惡否我剛才的紀錄就好 也不是這樣講啦 我們要40勝 千萬不能忘記我們的目標 不給他反擊 可惡 被打到一下了 難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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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啦 那是後面才有人 我都用傳送回扣 我其實真的是太糟糕了 啊 我所謂的傳送是指站著傳送 站著傳送和扣血 這導致很多AI他們的死法就是 自己旋轉到死啊 啊 AI Yoshimitsu的死法真的非常多 變成直升機自己跳到水面去 或者是自己按用那個 神風攻擊 神風刺殺 就是AK能轉到敵方背後 如果你算中AK的話 就可以刺敵人 但是你自己會扣血的那一種 反正Yoshimitsu是一堆自殺的招式 啊 然後AI就會樂此不彼的使用這些自殺招式 最後我就整個輸掉 因為有時候 很多時候像自殺那一集 他們刺不到對手 覺得對手差一點點的距離 就把自己刺死 總之是個很蠢的招式 AI沒有像人類一樣 沒有跟玩家一般一樣知道變通 你休想 知道變通才好玩Yoshimitsu 所以我其實也沒有很會玩 因為我變通力有點差 但是起碼我不會像AI一樣 自己跳去死掉什麼的 好,29了 好,29了 WTF 停停停 不不不不... 這是夠了 I dumb I dumb 好啦 他的招一直出一直出一直出 我根本沒辦法反擊 好吧 看來我們今天的挑戰 還是沒辦法成功 而且還退步了 可惡 好啦 那我們下次再講繼續吧 可惡 我還以為換個樣子就可以過勝是勝了 啊 不服 我們還得再繼續 繼續繼續練 繼續繼續 繼續 繼續 學習 唉 都有點 氣到口吃不清了 唉 好啦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結束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